我们非常荣幸 真的亚文老师是一直支持我们整个群组 有什么问题 他马上在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做肥肤 而且最重要的是每个问题 有些是他自己可能不记得这个 他花很多心思 花了心力帮我们找出答案来 我们真的很感动 那我介绍一下亚文老师 亚文老师跟我同校福大同学系毕业 那以前是那个福福的华协会会长 华新社活动组的组织 好多的课程他都教 在洛杉矶华侨中心担任数位中心的示范点讲师 而且他本身从事很多多媒体的设计跟剪接 平面设计还有网页设计 所以尤其在网页设计他真的非常专心 他帮我记得是我们的中文学校群组做了一个设计 所以我们今天以最热烈的掌声 如果可以我就先掌声 谢谢亚文老师 谢谢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了 因为我在讲的时候通常我不太会去看打字的地方 我来帮你看 好谢谢麻烦 好那今天看谢谢那个书整座的这个海报 非常好看 看的蛮惊艳的 然后我们来 是 那我们来讲这个 Jump Drive 你可以看到我有一个萤幕 看到我两只手 对不对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一只 这一只 或者是这一只 好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萤幕 是 下面有一个iPad 然后上面有我的手 你们看画面的话 如果看那个参加人的画面 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是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你可以回到如果你是iPad 你按一下会有那种Active speaker 那老师的萤幕就变得很大 那老师你希望 因为你有PowerPoint也有画面 你希望我们怎么做 对我先把PowerPoint讲 这样比较简单 大家就不会换来换去 好那我现在就直接开始PowerPoint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第一个讲到这种有两头的USB的时候 我们当初第一个讲的就是iPad 那个东西我们讲大部分人会讲是Sandisk 因为Sandisk 毕竟是一个大的厂牌 然后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去买这个东西呢 就是因为很方便 然后但是Sandisk刚出来的时候 它的价钱也是蛮高的 那你会在苹果的网站里面看到它现在推的这种 双头的这个USB 它还是介绍的是这个Sandisk的 那它现在容量可以到256 感觉很棒对不对 256 好那我们就会看到 它现在这是我昨天截取的 这个在苹果的网站 它在卖的 它就只有列Sandisk 它很短的时间列过iClip OK 好那我每一页呢 这些informations 你们都可以点击它的连结 或者是扫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连结到那边 然后你会发现 我在这里有特别给它圈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我圈它的价钱出来 它的价钱很便宜 128的Diga 69块多 哎呀你会觉得说哪有这种USB 贵的半死对不对 一般我们买USB拿这么贵 这个USB它的文章很大 不是想象的表面上看起来 所以它又做了很多研发 你看到我 你等下看到我的桌面 你会发现我有很多这种双头的USB 我试过很多厂牌 然后这个等于经验分享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说哪一个我觉得最好用 然后为什么要介绍 它也不便宜 我第一次买的时候 这支USB 哎呀 就第一支USB胖胖小小的 那一支就64GB 它就要卖89块钱 然后那个时候 对我们刚开始在玩USB的 你会觉得是天价 因为那个时候早期USB也有到1GB 1块钱 那你买64 居然要买到80几块 那就是已经是超高了 但那个时候 就是姑且一试的感觉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会不选Sandisk 我会去选下一个 你们知道为什么呢 我选的叫做那个ADAM 然后它里面的product有很多 然后iClips是它在里面的 就最早发明的 最早研发的东西 然后呢 它拿到苹果的MFI认证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MFI认证吗 不知道 MFI就是Mate for iPad iPhone 很简单的意思 然后呢 这位发明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小朋友 当初就是喜欢苹果的东西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果迷 对不对 然后果迷呢 他就觉得说什么东西方便 最后他毕业之后呢 他就开始在苹果上班 然后自己就去做这个芽果元素 芽果感觉就是ADAM 然后果就是讲苹果 然后呢 他主要就是说 它是苹果的次元素 所以呢 它是做专门做苹果的周边产品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那个Android的话 那就可以不要想这个 当然Android也有这种双头的这个东西啦 但是 但是 它价钱低很多 但是没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 因为它的Memory卡是可以换的 只有苹果它不能加这个Memory卡 所以呢你就会觉得有困扰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 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东西 这是很可爱的 这个小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董事长今年几岁啊 他今年啊 我直接讲一下 他不是很小 他今年才刚50岁 那他开始做这个iClip的时候 他应该就是只有45岁左右 他非常厉害 他刚做出来的时候 他就销售一空 就第一次推出来 五天就销售一空 他那种集资网站啊 那种平台 他们就是在上面 有点像那个Fundraising 然后有人投资你 让你去做研发 就算你今天买了这一支USB 他也会说你要不要投那钱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在继续研发 他们就是一群有爱好 喜欢苹果的人 所以你如果是果迷 你可以去支援他 有时候你常常会觉得说 他们的热情 让你觉得你遇到诈骗 你极烦这样 然后呢 他们从刚刚 如果你还记得我刚刚的画面 上册 对 我记得刚刚的画面 2014年 他开始得到认证 2015年他就上市 对不对 他一上市 其实我就没用了 我就已经买了这台机器 是 你要我马上 他记得有个苹果的 有个苹果的那个 诶 我等一下 OK好 亚文老师对不起 我mew了你 是因为有人在讲话 所以你开你自己麦克风好吗 不好意思 你开你的麦克风 等一下 I'm mute 等一下 为什么 没关系 谢谢你 谢谢 可以 好 那你会看到 他从2015年就开始正式卖 我2015年就开始买 那为什么买呢 因为第一个经验就是说 他是一个台湾人 台湾小孩 那他做这个东西呢 给人家感觉就是很亲切 就是跟我们想象一样的东西 我想象什么东西 他就把它做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在买的时候 是有点蛮心痛的 因为没有想要说USB要买这么贵 几乎就是说 当然啦 当然也不是说贵到已经天价 但问题是说你这么小小一个USB 是很容易掉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那个USB就从来没有离身过 就一直跟着我走这样子 我到哪里带到哪里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在2016年 2015年我开始用 2016年我就在华富演讲 里面介绍这个东西 然后呢 讲的是说我去台湾玩 台湾那个时候到处都是 已经街头巷尾到处都有 那个免费的Wi-Fi 那个时候的Wi-Fi 没有像现在说还要登记 那个时候随便你的机器 你到那边有一个爱台湾 你马上就可以上去 非常方便 你也可以去扫这个QR 你就可以到我这个报导 新闻的报导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Adams 它是元素 它讲的是元素 然后它进去之后 它会告诉你它有哪些功能 然后它现在讲说 App 3.0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什么叫3.0 不是 不是告诉你什么叫3.0 它这样的一个小小的USB 它必须对应它的App 去进行它的功能 OK 那你就会发现说 它有好多功能 你们可能都没有想到有这些功能 以为只能放照片 对不对 然后你就看到它有什么东西 它可以有客制化选单 那这些红色的就先不要看 你看旁边的灰色的字体 灰色的字体里面呢 就是告诉你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叫3D touch 什么叫Splay画面 这个东西 等一下我会放给你们看 但是并不是说 每一台iPad 都可以做到这样的功能 好 但是它的方便呢 对我最早期来讲 我只是存放照片 我最早期只是为了存放照片 跟大家一样 很简单嘛 为什么 因为你去旅行的时候 你很可能要什么东西 你很可能需要带一台电脑 如果说你去欧洲啊 去中国啊 去日本啊 去哪里去玩 东南亚玩 那你可能一去不可能只去两天吧 除非你只是去Business Street 那如果说你要去玩个10天怎么办 那么多照片 那难道你要背一台电脑 我跟你讲 早期真的是这样去玩的时候 大家都是背一台电脑 好 为什么 因为你的手机啊 你的照相机容量绝对不够的嘛 对不对 好 尤其如果你用苹果 这个不够的情形更严重 为什么 因为它不能放小小的memory card 如果说你是Android的话 你是可以放memory card 那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在我讲20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感觉就是说 苹果的相机的镜头好过Android 就一般的Android 当然你要买很贵的Android Samsung比较贵的啊 或者是 那个你就会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 华为还没有说红到这种地步 好 你会觉得说 那个时候 苹果当然是最方便的咯 照出来又漂亮 声音又好 音质又好 然后你又可以跟人家联络 你就讲很多果迷 对不对 今天来的应该大部分就是果迷 好 这些功能很好玩哦 好 我们再来看 那为什么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当初买64GB的时候 一只要89块 然后还要加税 当初还要加运费 因为当初没有 嗯 当初对对对 我还有加运费 所以我大概花了100 100多一点点 好 只有64个GB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后来发现说 他们有买衣送衣在台湾 在台湾买衣送衣 那买衣送衣的话一只就是1500块台币 然后我就特别托我的学姐去台湾 因为她人在台湾嘛 就被疫情的关系卡在那边 然后呢 她就帮我买 她买了之后呢 她还特别喜欢 她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一只这样子 后来她给我分了一只 我买了两只 她给我分一只之后 我就开始觉得 对了 我先试试看对不对 然后她把我从台湾寄过来 然后呢 我就拿了那一只开始玩 我就好喜欢 为什么 因为她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功能出来 当然我后来知道 那个新的功能 所有的功能 并不是在你的USB上 是在你的APP上面 APP上面 不然我就很高兴啊 我旧的也可以用 新的也可以用 当然新的会快一点 那你就想说那怎么办呢 那我还是想买啊 因为我以前买这么贵 一只64的要将近100 100多一点点去买 现在128GB的 我在台湾买就是50块 而且台湾是已经包含税了 已经有税含在里面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便宜啊 从台湾寄来还大概不要100块 就差不多100块的运费而已 很便宜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哎 蛮划算的 然后我买了一只 我拿到手之后呢 我就开始觉得说 哇 我的小孩跟我先生 应该也要有 所以我就再去订了四只 那你会想说 我已经有两只 我为什么要订四只呢 其实原因就是贪心 你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只 但是因为四只嘛 我们家只有四个人 然后我在订四只的话 就是我一个人有三只 他们一人一只这样子 就后来又被我学姐结了一只 学姐 如果你有进来的话 你会听到我正在讲你 OK 然后我其实我现在还想再买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给我的感觉 我是觉得说非常好用 然后他们更好玩的是 我们的老师去买的时候 他还特别写了个email 跟他讲说 你先把你网上的东西退掉 因为你第一次购买 所以我们还会给你 Extra 10% Out 然后再帮你从台湾寄来 Free Shipping 结果我们的老师 老师你在里面吗 蒋老师 蒋一宗老师 如果你在里面 我不知道你后来去跟他订了没 你可以跟他讲 然后那个他是真的 然后我老师很担心 因为他收到这样的email之后 他很怕是诈骗机关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郑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 这个信可不可靠 然后我一看地址对啊 电话对啊 只是说人民我们不认识 然后我就打电话到台湾去 果然证实就是真的 然后他们怎么会善良到这种程度 我就觉得说他们太好了 人太好了 OK 毕竟我是觉得台湾人的心还蛮软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个其实我已经推荐很多次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做得非常好 那至于他怎么样做得特别好呢 你们可能没有发现 我们刚刚在前面讲他的功能的时候 好我再退回去前面给你们看 他说的功能就是说 我备份 我可以备份相片影片 我来把笔拿出来 你们看 他可以备份联络人 备份照片影片 这是最常见的功能 好管理档案那个这个就是有点类似 你们这个星期一上的 那个Apple的这个files 他为什么跟Apple的files很像呢 因为他就是根本 根本就是针对Apple来做的东西 这个根本就是针对这个iPad iPhone来做的东西 好像敏感资料 他可以加密码防密 他可以加密码 那我是劝你说如果你对密码不是可以记忆这么深刻的话 不要随便给你的资料加密码 我是这么觉得啦 好支援多种多媒体 他本身这支小小的USB 他就是一个media player 他就是一个播放器 所以当他在播放影片 播放一些多媒体的东西的时候 像照片那些 他是不经过你的iPad 他是在他的这个USB里面执行 所以你就会开始觉得说 这支USB其实没有我想象的只是一个储存功能 他还有很多功能 还有呢 他支援3D Touch 讲的是这个苹果本身有一个功能 你按下去之后 他会把那个功能跳出来 让你做选择 等一下你们也会看到 你还可以有私人的音乐库 想到没有 传政老师是不是在上个礼拜 有讲到这个音乐库的这个功能 好 Split画面 这个也是苹果的功能 他还可以录音 不占手机空间 是他最重要的地方 不管他的照片 他还有照相机 他本身也有照相机 他都直接存在你的这个USB里面 好 所以他还有什么AirPlay的功能 那这个也是苹果的功能 延伸到云端的苹果功能 容量显示 这个是一般的USB应该有的功能 他告诉你他占用掉多少的容量 好 进化版的这个照相机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有照相机有录音机 好 你会看到他有这么多功能之后 你会发现说不得了 他这个已经不是单纯的 只是一个USB了 好 那最主要是他价钱很便宜 那你如果要知道 他价钱在哪里找 你可以直接打这个网址 我忘了做那个QR Code 那这里呢 他有很多新的产品 但他新的产品并没有说很 就是说我没有那个很迫切的想法 想去试用 目前为止 那光是USB 他就有这么多带 从这个iClip C iClip C是最新的 那你不要以为说 C是不是就是他是 他就是那个Android 不是哦 因为苹果那个小的那个插孔 USB C的插孔 他现在就是设计让他可以直接到这个插孔 如果你是新的电脑 我知道有大家开始买新的电脑 你都会有一个USB C的插孔 那他就可以利用这个插孔连接到电脑去 好那我们现在讲的 目前我买的有两个 一个就是这个 哦我不是买这个 我是买这个iClip Duel跟iClips 好我买的是前面几代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种memory的东西 它差别在它的APP 怎么带动它里面的function OK 所以我不会去买它最新的版本 为什么 因为它最新的版本就会比较 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个方便的功能 但是它的价钱就绝对不会打折了 那我们现在打折是60%off 60%off多划算啊 就是当初我是夺梦寐以求 我告诉你当初如果是有60%off 我一次就买10支了 那当然主要是给家里的人用 不会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用10支 你根本不需要用到10支 好在这里呢 我一样有给大家这个URL 就是它的网址 然后这是在台湾的 如果你有朋友在台湾 他可以帮你买 我告诉你 你从台湾买再加上运费 你不要去寄什么UPS什么的 你就不用 你就航空就可以了 它很快就寄到 它的买一送一一支就是50块美金 但是你要买一送一 所以你一次要花100块去买 好 那这个就是我在讲的这个东西 那它现在的头比较高一点 就如果说你的那个iPad的壳子 边上比较厚一点的 你可能就是要买这种高头的 另外一种是平头的 平头就会卡住 但是没有什么关系 都OK的都是可以 效果都是一样好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早期的 早期买的 你看当初我买的就长这样 它上面是平头的 你能看到上面是平头 那上面平头呢 如果以前我的这个iPad的 cover比较小 就在插孔的旁边比较小一点 它就会卡住了 现在新的设计都是比较宽的 所以没有什么关系 那当初的如果说你会卡住 你可能就要买刚刚那一种 就比较好一点 就是不会卡住 iPhone的话 好像应该也是一样的问题 但都一样好用 好 这样我就把这个通通讲完了 那我买了 讲一下 我是要应费15块 因为他这个 你加运费啊 因为他discount的 他自动交 我以为他要超过100块不用 好像这样 后来我发现 要是因为可能是 因为在大减价 他就把应费给加了 哦 所以 是吗 蒋老师你在吗 蒋英宗老师 我在 老师你 汤猪套给你加运费吗 没有 我就是 我本来他是算我 270嘛 然后就是减掉我27块 然后free shipping 我已经收到了4个 哇 好帅 蒋老师就是以为遇到诈骗集团 哈哈哈 哇 那你比较棒 那你可以 我已经很开心了 没问题 对对对 其实已经比我当初买便宜很多 那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了 我现在把它发来到这个画面 先不要给你们看这个 先给你们看我为什么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实在是很好玩 为什么呢 因为怎么讲 我当初实在就是很忍不住 就是要买它这样子 我要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你们可以看到我画面对不对 有 这个是我去玩 我知道大家都喜欢旅行 那像我们在洛杉矶 我们常常也会办活动 然后这些呢 就是说有隐诺人家说 我要把这个东西share给你看的时候 你通常就会把它放到那个 这个就是之前有老师在介绍嘛 Google的这个photos 那你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放一些照片啊 比如说我去西雅图 我去哪里啊 西安啊那些东西的 台北的 台北的当然就是放给小孩看 你看我就是很爱这样乱照 你看我到街上去 我看到什么都好奇 我什么都要照 你知道我一天要照多少照片吗 你们可能想象不到 我一天要照两千多张 哈哈哈哈 然后呢 我跟着旅行团去玩 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 也是一样一天要照两千多张 为什么 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差 然后呢 你如果说只到一个景点 只到十张 我告诉你 我接下来就全部把其他东西都忘记 我照的时候呢 甚至于连马路啊 他们的那个街上啊 那些这是台北 这是台北 你看我都会什么都照 我都觉得很有趣 公车啊 哈哈哈哈 你很好奇哦 路边开什么小花 你都会觉得说很珍贵 好 你到地下道去 地下道长怎么样啊 然后加加你的合照 你就会觉得说什么都是新鲜的 但是呢 最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记不住 好 那记不住在这就是个大麻烦 那我们以前去旅行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 我们会带一个电脑 我不知道你们会带电脑 后来我就觉得电脑太重了 因为最少有五磅到七磅 你要是眼睛不好一点的 有人买那个17寸的这个 的电脑的话 那个更重 大概有七八磅 那个每天背着七八磅 你又不能把它留在那个旅馆里面 所以你一定背在身上 因为你会觉得电脑很重要啊 然后你就背在身上之后 你就真的是增加负担 后来就觉得说年纪越来越大 就不太愿意背这么重的东西 甚至于我现在去开会 我到外州去开会或者是怎么样 我根本都不带电脑了 我直接就带一个iPad 跟一个这个USB drive就好了 OK 就很方便 非常方便 甚至你大家会想说 老师你太不先进了 你为什么不用云端 我当然知道云端 但问题我只要告诉你说 云端并没有说这么 powerful 天哪讲这种话 好你们现在看到我的画面 我上面有个摄影机 你从我的iPad上面 你可以看到我在投影我的一台摄影机 那是一个高价的 因为我现在用Spa Lite 你可以看到 好那我现在来开我的iPad 我打开iPad的时候 你看我这边有很多USB 有没有看到这有很多双头的USB 你看你可以想象的 还有从2015年我开始找的时候 你看这种是4-in-1的 什么叫4-in-1 它不是说什么东西4-in-1 它是说它双头可以变成四种双头 你可以这样拔这样拔 然后它可以适合任何一种USB的双头 OK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不怎么样 老实说就是不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刚刚分享的 刚刚前面有人分享的那个 就是类似这个东西 好 我现在把这个焦距对好 好像也没有对多好 好那你会看到我买了这么多 它每一个都是64-128 64G跟128G这么多的 除了这支是64 PNY的其他都是128 好那你说我买这么多难道不心疼吗 我告诉你我不心疼 为什么这几支都很便宜 都只要20几块钱 30几块钱 那为什么凭什么这支要卖到100多块钱 这支也是64 这还不是128 这支是 你看我已经把它用了烂熙熙 这个就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平头的那一支 看到没有 好这一支 当初我买100多块钱 被我用到烂熙熙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到哪里去都带它 太方便了 不管你是放资料 还是当场做储存 那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按一个按键之后 它可以做备份 它备份就相当于你背一台电脑 在外面观光旅行之后 然后最后去把档案 每天把它清空转到这里 然后再怎样怎样怎样 很麻烦 后来我就发现说这个东西真是好 我从2015年开始 我就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然后我去哪里就只要带这个 跟一个iPad 你们知道我不用手机的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iPhone 我有啦 我有一个Android Phone 是出去我妈妈怕我丢掉 他要找我用的 所以我会另外有一个 有一个Android Phone 带在身上 然后那个 但是 还好 我还是主要是用iPad 你们大家都是说 插进去之后不Function干嘛 像我这个 这个壳子就是会挡住的 它这里就是会挡住 这样子 它就会挡住 所以我把它剪开了 好 那我就说我要把它放进去哦 你看我这个要插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卡卡的 它就会卡卡 所以我这个东西还要移动这样 对我来讲就是有点不方便 好 所以我现在就买了一个新的 这一支64GB呢 我当初买的是89加税再加运费 所以大概100出头这样子 那现在我买这支 就是从台湾寄来的 这一支就是买50块美金 已经包括税 因为台湾没有加税 它拔起来 其实它这个很容易掉 所以如果你买的话 这个壳子 尽量不要掉 这种小的也很容易掉 这种两头的 这种小的也很容易掉 好 那我现在这个是比较长型的 我让你比较一下 有一个长头 这样看不见 这样子好 可以看到吗 一个还有高一截出来 它这个就是当初可能人家 跟它反映说 它的壳子会卡住 所以它就伸了一截出来 它现在新的第三代也出来了 但是其实一样 它的功能都是一样 好 现在我就要把它插进去给大家看 再我插进去给大家 OK 你们插进去之后 它就会问你说 你要不要让这个 iClip这个东西出现 这样你们可能看不太见 所以我现在来 share我的iPad给你们看 等一下 我现在的套子是一个袋子 小袋子 所以不太一样 有一点点增加新的 让你保护 很好啊 你说一个灰色小套套吗 对对对 我知道 因为你买的是平头的 对不对 对 对 一样 好 你们现在看到 我现在已经进到我的iClip的画面 如果你愿意搭配我的镜头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两边 其实我自己也看不到我的 我来看一下 镜头 有了 有了 我可以看到 有了 我把这个cancel spotlight 然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镜头 好 这样子呢 你进来之后 它会先问你说 你要不要开始用 或者是你要register这个东西 那我就说 那我现在就要开始用了 我先不要register它 我的习惯 我没有说马上要去register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会start to use 那你们刚开始 如果都没有下载过app的时候 它会叫你先下载app 那你要记得去下载它的app 所以我就按它进来之后 这个background是我改过的 你们进来的时候 background应该不是这个 你们是哪一个background呢 我就从这个上面的地方点进去 有一个刚刚那个地方号 进来之后 你可以改你的wallpaper 那我选择的就是这个极光 你们可以选择不要极光啊 你们可能是选择别的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 你可以选择花啊 这个好像好看一点 好就这个好了 那我选择完之后 你是哪一个 我是第二个 就是好多花 好多颜色 真的啊 好那我们就选花好了 好来 我关掉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我就是满圆 都是花这样很漂亮的颜色 好 那这个呢 你进来之后 你就看哦 你可以有my file 什么叫my file呢 我的档案 好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滑鼠 对不对 我的档案里面有什么 我档案里面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现在拿的是一只新的 不是我之前买回来 已经开始用的 这是已经全新的了 它这个backout里面 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要给你们看 所以我拿一只新的出来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OK 它有一个叫做iPad iPad刚刚有人提出来 有一个叫做my device 另外一个叫做app 对不对 它的app讲的就是你的USB drive 另外一个呢 my device 我的device讲的就是你的载具 就是你的iPad 或者你的iPhone 所以你现在看到哦 我在上面的地方 我还是要把比较出来 才可以画给你看 好 你看啊 我在上面的地方 它如果是iPad iPhone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你点进去 你看到的是你电脑里面的档案 看到没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 不像我一样 现在每天都在记录你吃每一顿饭 你吃什么 哈哈 哦 没有没有 我会觉得很好玩 我从那个时候过了新年以后 我几乎就在登记说 我每天吃什么 然后因为你会很好奇 你在家里到底要吃什么 然后你可以维持多久这样 就变得有点像日记 你知道吗 所以你砸七砸八 照的习惯又来了 好 你就比如说 我照了 我昨天吃什么 我吃了一碗干面 哈哈 所以你会想说 这个就是这个样子 很好玩 然后有时候 你玩游戏的时候 你也会截一点画面 没有什么意思 你将来会不会回头看 不一定 但是呢 你就会觉得说 我在记录我的每一天 然后呢 如果你到这个 你不要看这个了 你说我要回到看我的iClip 这个讲的刚刚就是你的APP的那个东西 但iClip还分两种 一个叫APP 一个叫iClips iClips 它讲的就是那个USB的容量里面有什么 所以我点它之后呢 它就告诉你USB里面有什么 好 等一下 杨文老师 我可不可以插播一下 我不太懂 去哪里可以看到iPad iClip跟Cloud 这在哪里 我刚刚没注意到 好 我现在退出去给你看 从这边退出去 嘿 退出来之后 在My File里面 记不记得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对对对 有有有 传政老师就交Files 对不对 它的功能呢 为什么很容易被接受 因为它是 它就是一个Apple的那个 那个 苹果迷啊 它本身就是个苹果迷 它会想象说 如果你是一个苹果爱好者 你在用这些东西 最好这些功能怎么样 通通跟你的 跟你的什么有关系 就是跟你的苹果功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 会觉得非常方便 好 如果说你没有插你的USB drive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这个叫download OK 好 然后我去点download给你们看 download它有两个东西可以download 一个叫YouTube 一个叫Venue 怎么念 这个也是一个付费的平台 这是付费平台 然后这个YouTube 我们比较常用的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downloadYouTube 进来之后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喜欢看剧 有没有人喜欢在追剧啊 听音乐啊 但你追剧跟听音乐的时候 是不是常常都有什么东西 有广告对不对 好 大家都喜欢说 我能不能download 如果我出去的时候 没有网路的时候 因为网路 它那个很好网路嘛 然后你在路上啊 或者在飞机上 就不能看啊 对不对 所以你说我可不可以下载来看 可以哦 你下载之后 我刚刚有讲你的USB 本身就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media player OK 比如说我现在要把经典老哥给下载下 是哦我的天 一个小时多 那个因为我现在是用转接连线 所以它占了很多它的这个功能在上面 所以呢 我这样子下载的时候 它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事实上它下载的速度呢 是非常的快 好 那要怎么做下载呢 比如说我点这个东西 我点了这个 这个我想要下载的东西 好 我就要让它play 因为它前面有广告嘛 有 他们在play 有 好 那我就让它pause了 不要再播放就停了 停了 然后呢 我现在开始下载 这是不是有个下载记号 你们有看到这个下载的记号在这里 下载 对我就按下载之后 它就会跳出来说你要存在哪里 那我就 当然就给它存在MyFavorite里面 哎呦它说我已经存14个 真的还假的 不会吧 已经存了14个嘛 然后我就按了那个之后 等下下面这里呢 你就会发现有一条灰色的东西出现 你看它下载好快 你有没有看到 有有有有 哇 才一个多一个多钟头它下载的非常快 那它现在因为有点卡那个 卡这个网路的关系 所以你们看起来好像很慢 它已经下载完毕了 很快非常快 然后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好处就是没有广告 然后我就去看我的playlist playlist playlist 就在上面这里 我点一下看有多少 它说我有15个影片 我天啊 真的吗 哎真的耶 怎么会有这么多啊 好你就看到我的playlist 有这么多 好我刚刚下载的东西在哪里 我来看一下台湾的那个歌在哪里 在最底下我们看到 70、80、90年代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播放 很好玩对不对 好那以后如果我突出完我想请教 就是我的次序想安排 比如说小孩子歌我不想听 我想听 那我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类似播放的顺序吗 可能吗 播放顺序 你可以用名字来做播放顺序 1234在前面下index就可以 哦1234 就改名字 那你在哪里改名字 我现在弄给你们看 我一直在画面上点这个东西 我就把它打叉叉把它关掉 然后呢你就会到my file里面去找这个东西 到我的档案里去找这个东西 你看啊我现在到我的iclip里有一个叫youtube 看到没有 有 刚刚那个是我的记录在电脑里 但我这里面只有一个档案 就是刚刚这个经典老哥 看到没有 好我的经典老哥在这里 它这个画面是可以把它开大跟小 我告诉你们怎么打开大 它很好玩 我OK 你看它上面这里有一个 诶我的笔不见了 我再叫一遍 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东西 它叫做伸展 把它伸展开跟关闭的 就是靠这个东西 好我现在去点这个东西 点一下开三分之二 你看画面开三分之二 再点一下就变成全萤幕 然后你再点一下的时候 它就回到原来 哦 懂了 那我先点一下有什么差别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档案的管理的时候 这样的档案不太容易看 它虽然有告诉你说 你看它下载了135.68MB 对不对 这么大一个档案 它速度非常快 你就把它download下来 好 但是我看不到 我可以做处理这个档案的功能 你把这个画面往下拉一下 它就处理功能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有有有 这边处理功能就出来了 没关系 今天会有录影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处理功能 在这个地方呢 你看就是我们在做列表啊 什么东西的排列的时候 你看我去点它 它就变成一块 看到没有 快撞的 有 然后我再去点它一次 再去点它一次 它就变成刚刚的list 然后这有sorting sorting就是说 如果你想排优先顺序啊 或什么样子 你可以在这边写1234 好 刚刚秀虾会长跟我们讲说 我可能想要把它分类行不行啊 可不可以分类 可以分类 怎么分类呢 它这有个加号 看到没有 我去点这个加号的时候 它说你要增加什么东西 我就说我要增加folder 我要增加一个folder 最上面那个是folder 它就说你folder要叫什么 你就说for kids 好不好 然后呢 你就按done 好 我有个档案叫for kids 我就要把这个档案把它移到这个里面 我要怎么移 不像电脑你可以拖着走 不一样 你要怎么移 我就按edit 最上面之后有个edit 我就点edit之后 它前面都有东西可以出现 然后呢我就去勾选我要的这个档案 你勾选档案之后下面就出现一大堆东西了 这个东西menu就跳出来了 我就说我要把它移到哪里去 move到哪里去 ok ok 好 我就把它move 好我就说我要move到iclip 我要move到我的youtuber 我到myfavor里面有一个叫fold kids 就搬进去了 好我们现在回去检查看看 我们再从这个回去 退回 它所有的功能给你感觉就是像谁啊 就根本就是跟那个一模一样 好那我就把它cancel掉 好的谢谢 对不起这样我懂了 会了 你看它已经搬进去了 它已经搬到里面去 对它应该搬进去了 我刚没有搬进去吗 再搬一次对不起 edit这个move i clip youtube favorite for kids 好我忘了save 对不起 我刚忘了save 你要按save之后 它才把它移过去 移完了它就告诉你移完了 它就把它搬到这个fold kids里面去了 ok 好 好它就很简单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说它有照相机跟录音机 这有一个录音机 你们有没有看到 它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人喜欢拿录音笔做日记 他出去之后他喜欢拿录音笔做日记 想到什么录什么这样讲下来这样子 那我现在点给你看我点了这个东西 它会出现这样子 它录音笔在这里 那它出来的档案是什么呢 它出来的是这个MP4 MP4的声音档 你说声音档不是MP3吗 不是它是MP4 我录下来之后 它就是MP4 比如我现在开始录 好我现在开始讲话 然后它就录录录录录 它有看到我的 你有看到它在走的这个路线 我已经录了6秒钟 7秒钟8秒钟 按pause之后 你可以试播看看 好我现在开始讲话 然后它就录录录录录 它有看到我的 你有看到它在走的这个路线 我已经录了6秒钟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录音的声音吗 有很清楚 对 然后你看到它是MP4A 是另外一种声音 所以你就会说好好玩 它把它录下来之后 你还可以改名字 它这个档案名旁边 你点它之后 它会出现可以播放 以后你录的东西 都会在这一条一条的出来 你不要呢 就在这三个点里面 就可以选择怎么样 你按那个三个点 它就出现它的功能 这个叫Rename 换名字 这就是把它复制一份 然后这是把它分享出去 这是Delete 那我不要我就按Delete 他说 你是不是要Delete这个东西 我说对Delete 然后这个档案就不见了 好不好玩 那这样的话我就配出去 另外它还有一个叫照相机 好 你一下看到旁边这边有个照相机 很小一个 我就按照相机 进来之后它没有什么特别功能 也没有什么Edit功能 比如说我现在照我的萤幕 你们可以看到我正在照萤幕 我就按一下 好 我就回到这边来 回去了 回去我的画面 我就去看My File 我要到我的档案里面去看 我的File里面有Camera 还有Record 看到没有 因为我把它Delete掉 所以你现在Record里面 已经没有东西了 好 我就按照相机 你看我刚照了什么东西 就照了这个东西 我的桌面 看到没有 然后你不要呢 一样从Edit里面去 点Edit 然后选择 然后按垃圾桶 在下面 它的功能通通跟苹果一样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接受它的画面 好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个果明 它的一个果明 它觉得很方便 它走在你的 它说你如果Delete掉就没有了 可以Delete掉 就是这个样子 很容易就没有了 好 我再回到前面的画面 我现在按这个东西 回到前面Menu的地方 我回来这里 我们有个很重要的Backup功能 这个是我们买这个东西 包括我去旅行的时候 我怎么做复制 这个是很重要 我点进去 这个是我最重要 我最care的功能 刚刚那些都只是加值 没有什么 对我来讲 我刚开始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没有这个特别的需求在别的地方 我只有一个就是把我的照片拿出来 我只要拿照片 我根本不要别的东西 但还有一个叫做 你只要点一下 你所有的东西都Backup 或者是Backup 你的什么 照片 Content List 它现在还有一个叫什么东西 叫Calendar OK你的Calendar也可以Backup 好像这样的情形 这个你就知道说 这些功能有一些都是多出来的 一件Backup这个东西 比较现在比较popular 就是说很多人 你不要思考那么多 那像我的话 我就只喜欢他的照片Backup 他的照片Backup 跟其他的USB不一样 而且我们有特别的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非常的注重这个功能 因为这个功能对你很重要 对你的公司是很重要 你要维持这个功能 好你要看到他现在还有 社交媒体的Backup 大家拼命在那边照相 拼命照相 YouTube照相 不是YouTube Facebook照相 Instagram照相 Evernote 你可能不是那么多人在用 这个比较 这是属于教书比较多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 我只知道说这两个现在目前 这个就是IG 这个就是FB 这两个比较常用 但是你要去Backup这东西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的FB里面有多少东西 档案有多大 你很可能就把你的东西怎么样 给爆了 把你的容量给爆了 但是他会告诉你 你的容量还剩多少 自己量力而为 如果说你弄不下去的时候 他会卡死你的USB 不会他会告诉你 你存不下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记得把你USB里面的东西怎么样 把它Backup到你的电脑去了 OK好 但他们还是仍然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把它备份之后 没有删除 在你的iPad上没有删除的话 他下次备份 他会再备份一次 OK好 我现在来做一次备份给大家看 这些就是他的备份功能 他现在增加了备份的功能 好现在在这边打个X就回到主画面 对啊 我要做备份 我干嘛回到主画面 好 我进来备份功能 我说我只要照片Backup 然后他就说 你是不是要开始Backup 还是你要Custom 好Custom 他就说你要Backup哪几份 你可以这样选择 你不用通通备份 比如说我只要备份我的影片 我只要杀我的影片可不可以 可以 好我就说我要备份这个东西 喔不见了 等一下 OK 他把它跳开了 再一遍 他如果再有问题的话 我就要去找他了 你看他又把它跳开了 所以这个就要反映给他们知道 我相信今天他有上来吗 我有邀请他们 因为我希望他们看到 我们在讲他们的产品 到底有什么问题 显然他这个东西有点问题 他Backup的这一部分有问题 那我就直接做 Start Backup全部的 全部的 我们常用的就是这个 他的选择的那个东西有问题 好那我现在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USB 我为什么用他这一台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你在做备份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你应该要备份出他的照片拍照日 你要备份的时候 就一键按键下去 你要做备份的时候 你要备份的是他 他当天拍照的日期 不是说你在备份的日期 那其他的USB 你在做一键备份的时候 他的档案日期 就是你Backup的那一天 也就是说你今天很累 你拍了1000张的照片 你们可能不会拍这么多了 拍1000张的照片之后 然后我做备份 我今天没有空做备份 我明天再做备份 那你的照片日期就是明天的 就不是今天的 那像我现在做的话 他这个备份的日期 就会是原来拍照的日期 这是他们最大的差别 然后我们有一直提醒他 你这个功能千万不要Lost OK 好 比如说现在我已经finish 18-19% 20% 好了 他这个一键按下去 做备份都没有问题 刚刚的选择有问题 所以我要去跟他反映这个功能 跟他complain一下 那你就说那这样子 我是不是买到一个 defect 没有 你完全没有买到 defect 你会现在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大家会以为说 我买到的机器 他就应该是100%就是都对的 不是 他其实他的操作的功能 他要配合他的软体 也就是说你下载的APP 是主要的功能来源 那现在很好就是说 我们从微软开始 做这个云端的update开始 你就会发现 哦其实应该是苹果开始 苹果开始有这种东西 那他就是从远端 当帮你做遥控 然后呢帮你做软体的修正 就我们以前讲的debug 然后帮你做update update你的program 然后升级啊 然后配合一下怎么样 其实他是利用他这些软体 他这些软体呢 来控制你的载具 当你的载具的硬体 没有办法附和的时候 你就只能停留在那个阶段 然后你就必须在 如果说你还要再往下玩的话 你可能就要换硬体机器了 就这个意思 有没有听得懂 听得不懂 没有 没有听得懂 就例如说我现在到39 我发觉我已经空间满了 那我怎么办 我对 比如说现在这42了 对不对 好我不行了 我就要按stop 比如说我现在中途暂停 我就按stop 他说你要stop back up吗 我说yes ok 他就帮你存了40% ok 他就说我刚刚帮你存了 这么多你要不要怎么样 在这个设计上面要不要delic 我就按delic 这样下次他这些档案 就不会再重复 懂吗 那我们就回去看 我要找一个空间够的 重新delic 重新download 从头到尾的一些bots 是这样吗 不用不用 我刚刚已经删除掉 刚刚我已经备份了 我下次再重新做backout的时候 你的手机 你的平板 上面就已经没有这些档案 就已经被删除 我拿给你们看你就知道了 现在我把这个东西关掉 你会看到my files里面 我的照片backout的地方 我再进到这个backout的地方 你看 他就说我有两个item 你看他是照我的日期 2020年6月 2020年8月 你们看到 有 我的照片都在里面 看到没有 但是这些照片 我先给你们有个记忆 有点像在玩游戏 有点像在玩游戏 我把它打开 再打开 你们记得这个画面 等一下这个画面 support 9月2号 这个东西应该在垃圾 对不起 这是我的iPad 我要在iClip里面去 到我的backout去 我的backout 2月6号 OK 好 他前面有一堆东西 你们看到有橘红色的东西 前面这个叫分享 这个叫做加密 我劝大家不要加密 你给自己找麻烦了 好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要管它 你把它缩小的时候 其实这个东西就 就不会有 你看 把它移过去就好了 你如果不要的话 从后面拉 后面就有一个叫什么东西 后面就有一个叫送出 送出改名字丢掉 看到没有 有 我把这些弄掉 好 那这样子 然后我再往下拖 它的功能就出来了 我往下拖的时候 它的这些功能就都出来了 你可以sort 还可以找寻档案 这些功能就有了 往下拖就是这样 画面往下拉 它就出来了 好 这些档案 我先给你们看 我要给你们看 这样一个一个的 照理说 我的蔬菜应该会被丢到垃圾桶 因为它已经做了备份 你们只要记这三张就好 记住了 这三张 我现在回到我的iPad去了 我把这个iClip把它关掉 应该不用这样子 我可以直接拉照片 你们会不会分离画面 不会 会啊 你如果是 你要iPad的Air2以上 才可以做照片的这个 边对边的分离 那如果说你是Air的话 它就会浮在上面 两层会浮在上面 好 我们先看刚刚那有没有被删掉 你看我刚刚删掉的照片在这里 你看我那三道菜 有没有在里面 它次序有点乱掉 所以不太好找 那我就从我的iClip的照片里面去找 2月6号 6月6月的 好来找 有看到吗 有 有看到 没有丢掉 不是不是 这个是在我的 你这边 这边看到的是我的iClip 这边是我的电脑的垃圾桶 这个iPad的垃圾桶 所以我要看这些档案 到底有没有被我储存起来 29天 29天是几月 是6月嘛 对不对 有啦 8 有有有 你看到这两张照片了没有 我看一下 应该找一张比较清楚一点 满头 因为太多了 我的照片实在太多了 应该是 你们要觉得想吐的话 在这里 在这里 你们有看到 类似这样的照片 这张照片 应该会比较好找 这样照片会比较好找 他就说他已经把我备份起来的 我要再回到前面 因为他很可能在是8月里面的 他就会把他已经备份起来的 把我删掉就对了 备份就是copy 他已经存一份到我的USB里面 嗯 OK 对 OK 这个就比较清楚了 对不对 我现在把画面清干净 你看我这几张照片就比较清楚 我在教人家做这个东西 好 你看到隔壁刚好就是这个东西 有没有看到 有 他现在位置有点错乱 因为他把他丢到垃圾桶 所以位置有点错乱 你就会发现说我已经 我刚刚同意他备份完之后 他问我说要不要把它删掉 我说要删掉 我说要删掉 所以他现在就说 还有档案的时间 还是依照你原来的时间 好 那如果说你是用拉进来的 比如说我先用拉进来做给你们看 比如说我用这种方式做 回到这边 好 我现在回到前面去 我再回到我的File 你看 我有一个叫iPad对不对 然后我的照片在这边 我说好 我只要把9月3号的移到那边去 好 我就要按他的Edit 上面那个Edit 你看 我按了上面的Edit之后 下面就会出现这些东西 你可以一天一天的update 你可以直接按这个东西 我按了他之后 他就只选这一天的 9月3号 但这个他就不会帮你怎么样 帮你把Folder写9月3号 那我现在把它移到我的iClip 我现在是用我的iPad的容量 里面去找的档案 我现在把它移出去的时候 我要用什么东西呢 我要把它做Copy 我要做Copy 然后送到哪里去呢 我Copy之后 我就说我选择送到iClip去 iClip刚刚是不是9月3号 这是我单独拉过来的东西 对不对 我就要在这里 我要增加一个档案夹 增加一个档案夹 叫做什么 9月3号 2020 0903 我怎么变这个样子 对吧 因为不是数字 2020 0903 OK 我已经好了之后 我就按Done 你会看到我就增加了一个Folder 对不对 我就现在就按这个Folder之后 然后再按Save 我现在按这个Folder 里面是空的 然后我就按Save 他就会把我9月3号的东西移出来 也就是说 当你要跟人家分享部分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移出来 好我是用Copy 我没有把它删除掉 为什么 因为我删除掉的话 我的iPad上面 就会被移到垃圾桶去 OK 它已经Finish了 我就按OK 然后我就去看我的这个 OK 我这个就Cancel掉就没有了 然后我去点我的iClip 我的iClip 就会有一个9月3号的Folder出现 看到没有 有 有 有点复杂 但是你会看到说 9月3号 还没买的人会觉得有点复杂 如果说你已经买了机器 你知道怎么用 你就不会太复杂 好你会看到 你看我9月3号 我刚选了9月3号的所有照片 都在这边 然后旁边这边就是你的浏览器跟播放 好当你在做这边的浏览跟播放的时候 它是不经过你的iPad 它只是借用你的iPad来读你的 这一支 有点像用你的iPad做什么 做Monitor 做Monitor 比如说我说 我家的猫 一看 我点了那只猫照片的时候 这边就是我的Monitor 它就出来了 那你如果觉得画面不够大 你再点一下照片 上面有一个叫拓宽记号 按一下 全荧幕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有 好 这样子 这个要慢慢玩 其实我最早在买这个东西 我最注重的一个就是说 我要有一键备份 一键备份 就是我压一次之后 它就会帮我做backup 它backup完之后 它就要把它已经backup的东西 可以抵立掉 然后最重要的是 它backup的那个档案 必须是要我拍照当天的日期 而不是我转移的日期 这个是我最重视的 然后其他东西我就不在乎 为什么 因为我去旅行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像你把它移到你的电脑上去 你要把功能叫出来 你可以再点 就把它点回来 你如果要去旅行的话 你最重要 现在就可以 带那个 iPad 跟一个这样的flop 这个USB drive 你就可以达成你所有的功能 那你说为什么 我们不能存到云端呢 有些地方云端是Google 还有一个 你如果是去旅行 你买的data是属于那种 按你使用 不是那种吃到饱的 因为你观光旅行 除非你有当地的电话 要不然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没有办法说 让那种在当地再去转这些档案 你一定要到旅馆 或者什么东西 才去转到你的云端 但是你在路上在玩的时候 你绝对不可能这样做 所以我每天就是这样子 那我去玩大概14天 一支USB 64GB 我就足够用了 只是说现在买128GB 比较便宜 所以我就买128GB 这样子 好啦 那我就跟大家介绍 10GB 太好了 可以 可以提问题吗 老师 对对对 你看 你刚刚用就要做少一下 有问题 可不可以先问 他有打了 好 第一个问题 iClip的功能 是不是 对等 iCloud Google Drive Google Photo All Kind of Cloud Storage 就存在 是不是 不是 它就是一个USB 一个USB OK好 所以不一样 这位Josephine 它指纹的东西就在你的USB里面 你看 它上面荧幕上有告诉你1% 就我刚刚做了这么多 backup之后 它只用掉它1%的容量 然后第二个问题 是说 Christine 秀琴学姐 你 她说可以用在Mac上面吗 这一个 电脑跟Mac都可以 因为它用USB去接你的电脑 你到最后你的这些东西是要转到你的 转到你的电脑或者是 那个USB上面 硬碟上面 外接硬碟或者是你电脑上面 不可能一直用这个USB来做一个存放 不可能 所以这等于中间过渡的桥梁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它就是一个Bridge 好 现在有Q&A 我看看 刚刚有人在问我看看有谁举手一下 嗯 OK 好 目前 那个我看到Ivy你有问题是不是 你刚刚也讲 是的 好 请说 老师谢谢你这么的介绍 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非常地尖赏 OK 那我想请问你的 你就是说你去旅游的时候 你用iPad还有USB 这样你就可以去旅游了 这对我们非常 非常非常真的是照顾不少 那请问这个iPad的种类 你有一定限制 或是普通的iPad 普通的 你只要不是那个 最早期那个宽的iPad 插头 这个叫做Lightning 你最少一定要Lightning 只要有Lightning就可以 什么Lightning Lightning就是这个小头的 你可能买到很后面 所以你不知道 以前的iPad呢 它的插头有很大的桶 所以也就是说我平常充电的 这个头这样就够了 对 不管它的型号 当然现在L2和L3是更powerful 那以前的iPad 就是这个在充电的那一个插头 就够我们USB用 你如果是最早前是这种插头的话 那对不起就不行 因为他们两个本身插头就不一样 OK 它就不相比 好 好 谢谢你了 基本上 2014以前的iPad 就是那种旧插头 对 应该是说到第三代 iPad3 iPad3以前 都是这种小的大的插头 好的 好的 好 老师 因为怕抓我们的时间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 应该现在可以 我们再开一些时间给大家问一下 这样 好 我们就十分 再十分钟 我把问一下 iPhone took the photos iPad3 就是从iPhone 照相会share到iPad吗 它的问题 iPhone share到iPad 你可以用AirDrop就好了 AirDrop 当然也可以 你把你的照片存在这里面 然后再把它拿到iPhone 可以读的 但你需要有一个App 有一个App 是什么样的App 可以连接两个呢 没有 就是原来它这个App OK 好 所以Julie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OK 刚刚有一个东西忘了给你们看 它有一个叫做Touch Screen的功能 你就按你的App的时候 按久一点 它就会有功能出现 它就会有功能出现 然后呢 比如说我要跟你们shareApp的时候 我就按这个shareApp 然后你们就会看到说 哦它是哪个App iClick App OK 然后我可以说在哪里打开这样子 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share到 就是跟你的iPad 苹果机的share是一样的功能 就是说你叫出来之后 但这个功能呢 是在那个iPad Air 2以后才有的功能 iPad Air 2 OK 嗯 好 那 然后还有 老师还有两个人举手 我看看就还有一个 它这个网址 我们会再贴一次 没有问题 刚刚有人问 好 那现在有两个举手 一个是May Wang 好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老师 那我是第一次上这个课非常好 感谢老师 给我这个机会 那我看老师在说 刚才在做示范的时候 你的手法说 我Copy这个拿过来 Copy这个拿过来 Copy这个拿过来 那这个Copy是你怎么用的Copy 怎么用 你就点一下就是Copy吗 不是 它会有功能出现 当你选择完照片之后 它会有功能出现 所以这 等影片出来的时候 你就跟着影片做 你就比较清楚 OK好 谢谢老师 不客气 好另外还有谁有问题 还有 Patricia 好的 老师您好 我想跟您确认一下 因为您刚刚做备份那个动作的时候 那那个照片就会被放到垃圾桶里头去 所以呢 就是 我同意它的 它不能自己放 嗯 你同意它 所以它现在你的唯一的原始的照片 就是在你的那个USB里头 等于说 假设你不小心把USB给弄丢了 你说的照片也会丢了 对不对 对 但是问题是 它还在我的垃圾桶 还会维持一个月 哦 OK 因为如果 它没有信任的话 理论上还会 会上传iCloud 就还会在iCloud里头有备份 可是刚刚那个备份的动作 就会变丢到垃圾桶 那就等于说原始档案也跟着 如果那个几天过后 就会不见了 对不对 是 所以你要好好保护你的USB 谢谢您 好 因为不是每个地方iCloud都可以work 你如果说去 目前为止好像还可以啦 但就说如果你在没有网路的状态 你是不work的 嗯 好的 明白 好 然后最后一个我们就结束 Rila 你的问题是 请你再打 你刚才问了 可是现在你重新举手 哦 对 因为我跟 是 讲好事情讲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拿到了买的这个USB 那它上面它有附一个透明的一个 那个好像就是一个一个什么code 然后我真正的问题是因为我上来晚了 没关系 所以老师是怎么拿到就是它的那个APP APP你插进去的第一次它就会叫你去下载 哦 那我买的时候它有一个塑胶套子 嗯 就是小小的 然后它上面呢就有一个等一下我把它拿过来 然后它上面就是有一个那个上面好像是叫我去扫什么东西啊 等我看一下 哦它上面有个addance 什么scan for user menu 哦 OK 它有个说明书 对 哦 OK QR code对不对 嗯 对 QR code 是 是 好 大家记得QR code不要随便少 要知道的QR code才少 你要少不认识的QR code就给自己找麻烦 OK 那个刚刚老师提到就是说那个你刚刚在backup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直接进了USB 然后那个iPad上的档案就被杀掉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它在 它不会被杀掉是我同意它拿掉 哦 否则的话就是说它还会留在里面 那你下次再做backup的时候它还会再backup一次 懂吗 如果你没有把它删除的话 你下次backup的话你就会有重复档案 OK 所以说我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先backup一次以后 下一次我再要backup的时候 我就先把USB里面的档案通通杀掉 然后再backup 对 OK 刚刚有人担心就是说我如果说我用iCloud的话 它直接上了iCloud 但是我的iPad也有一份备份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一个是走的是天桥 一个是走地下道 不管你是做天桥还是走地下道 OK 我们现在用USB它可能就算是地下道 你回家之后可能还是要借重你的电脑把它存到你的哪里去 存到你的那个portable的那个hard drive去 你要有一份在家不动的它才会永远存在那边 那硬碟呢它也不是永远都不会死 它每10年你就要做一次backup 新的backup 用新的工具去做backup 要不然的话你硬体升级之后你也会读不出来 10年 是 好的 谢谢 好那这个问题就Kitty Kitty你的问题是Kitty你举手咯 你要不要用讲的Kitty Kitty Kitty你用你把麦克风开开开开开起来 你现在是关的 Kitty你听 好 如果说我用这个USB去copy我的computer里头的东西 也copy iPad computer跟iPad中间可能他们也有相同的 它会不会就是等于说相同的东西就copy了两份在这个USB里面 OK那看你的设定如果说你今天是个Excel file OK你是不是讲说不是照片的档案 对或者有照片因为通常我们都用如果用iPad照片了之后 然后存到computer里面 然后现在如果用那个USB把它当就copy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变成两份同样的照片在USB里头就copy了两次 一次从iPad上面一次从这个computer上面copy 它如果是同名档案 同名档案的话 它会问你要不要复写 要不要把它盖住来写上去 就像你一般 你不要把它想要太复杂 它没有这么复杂 它就是一个USB drive而已 那如果说你是同名档案 它会问你说你已经有这个档案 你还要把它cover掉吗 或者说你要保留原来的 或者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说再rename它 rename它就是后面夸号加个1 夸号加个2这样子 所以你有选择的 你有选择的 就像你一般电脑操作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USB也只是一个 并不是说拿来当初储存的一个工具 它就是一个freege而已 OK 你一般的USB都不是给你拿来存东西的 OK 那我刚才也missed out可能是 那个Sandisk就是另外一个公司出的USB 对美国的话它的网站它都不会写iClip 因为iClip是属于台湾的公司 就是Adams 所以它不会去列这个东西 它有一度它有列出来 因为它还算是比较早 做出这种机器的东西 它通过它的MFI M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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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鍵備份不是說檔案像我們剛剛用選擇轉移 那個當然日期是對的 但你一鍵備份的時候它的檔案出現 我不太記得了 因為我後來不太用它的 然後我買了很多其他公司 它出來的這個備份檔案都是當天轉移的日期 現在有沒有upgrade我不知道 因為我後來沒再用 OK 那就是說你現在 那我們不見得一定要到台灣去買i-Clips 它美國現在有 它就是因為現在有打折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一下說 你現在有很好的機會可以從美國買到 從美國也是用i-Clips 對 你也是可以買的 不是 它是網站是可以從美國訂 但是寄還是從台灣 我是從DHL寄來的 然後他現在說他跟蔣老師講 就是說他寫一封信跟他講說 如果說你是第一次購買 他還給你10% discount 對 蔣老師 還免運費 還不要運費 對 因為是老師的關心嗎 對 請問 不是不是 他先收到 他以為是詐騙級的人 他來問我 哈哈哈哈哈 我不相信有人這麼好心 對 對 蔣老師你可不可以Post一下你的那個Info 在 Info 就是買那個Web site的那個 PowerPoint等下就給你們 好好好 謝謝 我現在也可以拉給你嗎 如果你要的話 我現在就可以拉給你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我應該先把它存成那個USB PDF檔給你們對不對 對 That would be great Yeah OK我來 沒關係給秀霞就好了 他會送到 沒有我們就在 就在往我們自己的群組上面 就Po一下 就可以 因為你們現在要也可以 已經超過18分鐘了 所以我們就要感謝老師 花了那麼多時間 很清晰地講的 我就忘了 我們得到一個新的很大的故事 讓我們能夠放開心的去照相 真是太棒了 這還沒其他 看一下 而且又用我們國家的 對對對 那個 國家的 請問一下雅雯老師 就是你今天的這個 也會放在網站上 讓我們再重新review吧 對對對 影片也會給你們 好 謝謝 太好了太好了 所以大家就不擔心會忘記了 我有寫筆記 不過有影片更好 好 雅光碳已經上來了 你們已經可以拿到了 最後問一個問題好不好 謝謝 那老師你講這個真的很好 那萬一我們的iPad 有的時候沒辦法上網的時候 那我可不可以把你上課的這個錄影 把它存在這個USB 然後自己平常再開也可以 欸我會放在YouTube啊 你們就從YouTube上落啊 不能上網的時候 就好上網 哈哈哈哈 OK好 大家不用擔心 其實我覺得這個主要是支持我們這個國產品 然後所以 而且我也用了蠻多年 我已經用了五年了 所以我 五年 我其實還蠻喜歡它的這樣子 那如果這樣完了 請講 請問一下 那你用了五年老師 那你的iPad是不是有換過了呢 我換過好多袋 擦頭是不是會受傷呢 不會 你 OK 擦頭不會受傷 你用的時候你要平的把它擦進去 應該還好吧 iPad沒有這麼脆弱 應該 不是iPad脆弱 我說你這個USB脆弱嗎 也不會 你會拿來摔嗎 不會 你會責它嗎 進出這樣五年了 它會不會不會 沒有欸 它好好負 它做得還蠻堅固的 這樣子好了啦 我想大家覺得 台灣產品很好 MEDICAL的 EQUEMENT 對 它Quality非常好 而且 它新的跟舊的一個就是胖胖的一個 比較neat 它就是說 它還是個研發單位 只要人家跟它提出來的話 它就會去再去修正修正 它現在已經修正到第三代 嗯 所以它現在在 on sale的是第幾代啊 你說60% 第一跟第二代 第二代還是最優惠 第一跟第二代都有 當然可以 因為我剛有講USB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它重點是在它的APP 它的APP一直有在升級 哦 嗯 OK 好啊 它只是有一個連線 差不多了 對 不過我特別推薦是因為 這一個啊 Adden Element 它有得到 3 Red 就是等於 好像全世界認證一個很high quality 的一個產品 還不錯啦 我相信 嗯 所以 今天我們真的學到新東西 我們非常開心 感謝雅雯 非常 很 記性迷的讓我們能夠 了解一個新東西 真的太感謝 那我們現在 如果有麥克風可以展開的話 我們謝謝雅雯老師 謝謝雅雯老師 謝謝 謝謝雅雯老師 謝謝 太棒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就宜著宇春了 好了 下禮拜一 11點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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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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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